平大师生的三甲郎团队 透过与长治相关怀据点的长者们互动 调查农田作物及天边野菜 编制野菜健康料理手册 除了中文介绍外还翻译成印尼文 让照顾长者的印尼籍看护 也可以学习烹煮台湾野菜 因为想要收集这个野菜 把它弄成野菜料理食谱手册 是因为这些野菜很多我们年轻人 都已经没有听过了 那如果说在这些阿公阿嬷们过世以后 可能这些野菜料理的方式 就没有办法被流传下来 我们觉得很可惜 所以才去做了这个收集的动作 而原装班师生与泰武厢 湾安社区发展协会合作办理的 湾安静西有你有我计划 因湾安西是屏东细水胜地之一 假日游客常带来垃圾与交通乱象 学生与部落居民以废弃物设计 制作湾安西旁的装置艺术 宣传环境教育理念 叛唤起更多人对环境的重视 让就是外面的游客知道说 不要就是重视环境的议题 那也这个它叫做新生命之数 那也透过这个名称 就是说让我们去知道说 人跟环境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屏东大学USR摇滚社会力计划 设立社会企业与公益创新学分学程 串联南台湾社会公益团体和在地组织 鼓励学生发挥潜力与创意 组队撰写行动计划与实作 以回应各种不同的社会公益需求 透过这样的课程 可能可以去培养学生 将来就当作地方创生师 也就是这些学生进过这样的一个训练之后 将来他进到部落 进到社区 进到任何一个地方的话 他会根据他参与过这样的计划的情形 协助地方去发展 USR成果包括社区营造地方春智 进行活动生态调查及部落游城等15种议题 平大期盼未来能培育更多投入在地公益服务 与创业行列的地方创生室 实践大学的社会责任 原是新闻歌手 评论室 采访不到